小巷之內僅用機車倒在路旁 前方停著一輛警車和白色小客車 而大批警力正把小客車駕駛 從車上拉了下來 男子隨後被警方壓制在地 原來27歲的郭姓男子是一名冠妾 而一旁的車子就是他在上午 偷偷潛入被害者公司偷來的 男子偷了車後下午一點多 行經台南永康區崑大陸時 被巡邏遠警發現 遠警立刻上前盤查 但嫌犯開車加速逃逸 追捕過程中遠警趁機破窗 沒想到嫌犯依舊不肯乖乖就範 繼續逃給警察追 直到被警方追進一條死巷子後 無路可逃才被警方用辣椒水制服 隨後救護人員到場 細心地替男子沖洗眼睛 警方則協助將髒車駛離現場 根據了解嫌犯平常沒有工作 說偷車是為了要載貨 警方都將進一步釐清 而嫌犯最後被一切到現行犯 移送偵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